OK,大家好,我是吴承平,然后在线上有那个渔情还有产业 我们今天,我听到我的好朋友Frankie 他就说我们要推动大家多去用一下那个能够补查 我就觉得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呢,难得每十年一次做一下能够补查 然后呢,就是最主要就是他要知道我们每个城市或者州到底有多少人 因为呢,那个多数人报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分配到更多的补助啊 或者资金,从政府可以拿到更多 那如果我们少报了,那就等于说少拿了钱 正常一个人可能都等于说2100块钱吧 那少报了一个人,就等于说这个城市少了这么多的钱一个人 你想一下,如果我们少报了1万,那我们就损失了多少钱 所以说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这里呢,就是想要跟你分享一下怎么样子去填那个人口普查 说实话,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跟一下这个步骤就好了 so,那我们开始吧 你登录那个人口普查,就按那个网站就是2020Census 就是打一下这个字 at.gov 登录到这个网站 然后呢,到了这个网站,如果说是说国语的话 你要点击一下,you know,中文版啊等等的 那你就,you know,点中文版啊 you know,你的未来,我们,you know,其实像最近这么多事情啊 你如果说要对的人,you know,代表我们比如说找到对的那些 representative 代表 代表 我知道是代表 government 领导啊 领导啊,在我们社区有帮助的 那就是通过我们的census 因为有census,他们等于说 可以表明了我们的心声 这个是非常重要 所以不要错过,不要去 不要错过填这个census 真的是非常重要 像你如果要更好,更多的人代表我们中国人 那得要通过census 拿到更多的帮助 这样子我们可以拿到更多的资金 才可以,you know,搬到我们的社区 所以真的是非常重要 有空的话也可以看一下中文版的 它会说到,you know,能够补查有多少的那个帮助 这里就已经说到很多了 其实他们有好多个语言 十年一次 我们这一次如果错过 就得要等整个十年 那等于说这边我们申请到的补助金就失去了十年 整整十年的很多的资金 right,这非常的,you know,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会影响到,you know,这里就说了 每年数千亿美元的联邦资金 根据人口补查数据用于医院 消防部门,学校,you know,路道和其他资源 所以说如果我们弄了 那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些资助 可以,比如说更好的学区啊 更好的医院啊 whatever it is 所以这对我们的社区是非常的重要 说了有点太多 but anyways,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可以做好吧 那我们就开始弄一下,you know,人口补查怎么填 你只要刚才点一下那个,you know,点一下 然后呢,这里我们要点,you know,这里说English 我们改成中文 如果说要弄中文的话 我们选择一下中文,you know,简体的 然后开始问卷检查 非常简单 只要做一些步骤,你就好了 OK 然后呢,这里呢,就提供 你这里就可以提供 比如说你有些人呢,在 可能收到信 说你有那个12个数位那个census ID 如果没有12个ID的话 你也是可以填的 所以你如果有,你就登录这个信息 没有的话 那你就按,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这个,哈 那第一个问题就中文的吧 你说因为,you know,收集你的地址 我们首先需要知道你的2020 4月1号那一天 居住的地点 就说你住哪里 比如说美国的哪一个州 You know,或者,you know 波多尼格,I don't even know 应该是 应该是Puerto Rico那个 Puerto Rico,或者其他地点 还是这里吧 然后呢,就提供你的门牌号码 你的街道名称 如果有公寓的话,你提供一下你的公寓 如果是城市的话,你就提供 提供这个信息 哪一个州 哪一个州,哪一个邮边 一般情况呢,是这样子决定的 你住,比如说,住6个月 6个月或者多一天 你一般在哪一个地方住比较多的话,那就提供这个信息 比如说吧,我现在大部分的时间是,you know,可能在费城 然后我有一部分的时间在新泽西这边 但是呢,如果说我五个月内 五个月的时间 一年五个月的时间是在新泽西 那我填的地址就是费城那边,ok? 或者你如果说,住的,you know, 新泽西七个月 然后呢,费城只有住五个月 那你还是填,你就得要填新泽西那边 哦,或者你也可以想你住哪一个城市,你想要帮助哪一个 你填哪一个地址吧,那你要住那里吧 所以你提供一下你的信息 那我就试一下,我们体验一下我们的信息 you know,这个是我们的办公室地址费城 哦,sorry,门牌号只是门牌号 要写一下22022 然后South Broad Street,right? 没有公寓或者单元房号 Philadelphia,费城 然后宾州 然后邮边号码就是1914 你的是什么呢? 你就提供一下你这个信息 so,there you go 这个是我的信息 然后你提交 你提供你的名字 比如说我的名字是成平五 然后呢,我电话号码 you know,是267575-0698 那我就提供一下我的,you know,信息 然后呢,他说,you know,住户情况问题等等 you know,比如说人数 我们家里是四口 那你要提供你这个 你住的这个房子 一共有几个人 然后呢,比如说我说的是四个 那我就得要提供一下名字 比如说,you know,XXXX you know,名字 然后呢,you know,然后呢 然后呢,比如说孩子的名字 你就提供一下他们的信息 然后呢,you know,你就提供一下信息就好了 OK 所以我们就填好了这个 然后这里说是否还有 你之前没有提到猪具的哪哪哪哪的其他人 就等于是说你还有没有哪哪些人可能没有报 那我说了我已经都报了 那我就说没有了 是否了 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再填进去 there you go 然后呢,在2020年4月1号那天 you know,这个地址 公寓等等 是属于你的地址吗?等等呢 那你就说是不是你住的 或者你还有在贷款啊 whatever it is 那我们现在是办公室 I mean,我只是例子 我没有提供我的信息 那就说 或者是免费租金啊 whatever it is 反正你属于你的情况 你就写一下 然后在这个地址居住人当中 这所有房子公寓 有没有 那天是由随附房中用的 you know, say example 是我 那就提供一下这个人的信息 就其实很简单的 right? 然后我们就开始填这个人的信息 是男还是女 我可以填男的吗? 还是女的 我是女的,ok? 然后呢,就提供生日啊 比如说1月1号 you know 19 whatever it is 你的生日提供上去 1985年 for example 今年35岁了 然后呢 是西班牙人啊 还是不是 那你就提供一下 那我知道我不是西班牙人 所以我就点击这个了 然后呢,你就提供一下你是哪里人啊 然后我 我觉得我自己是华人 所以我就提供我是华人 你就提供一下你这些信息就好了 然后呢,到这里 比如说这个人 比如说这个是我的配友啊 你可以表明一下你的关系 然后 然后 男的还是 我的配友是男的 ok? 然后呢 一样的 you know 生日啊 然后 say example 1985啊 whatever it is 诶? you know yeah 所以到下一个 他也是 他也是 不是西班牙人 然后呢 他也是 哦,他是越南人 华人跟越南人还是有区别的 ok 然后呢 我就到 you know 我的孩子 for example 亲生儿子或者女儿 反正你表明一下 我有一个男的 然后呢 比如说生日 you know 就把这个信息 you know 提供进去 我儿子快三岁了 不是西班牙人 然后呢 他是 他是越南人跟中国人 可以两个都点吗? 可以 也可以哈 所以 就那样子了 一样的 再来一个 now say example 这个是我女儿 然后呢 你就这样子 提供一下 女性 you know 一样的 比如说他的生日 是 1月1号 you know 猪宝宝 我们家的猪宝宝 然后 no no there you go 华人 you know 越南人 there you go 真的是希望这个 可以教你怎么样子去 做这个 能够补查 非常简单 但是呢 对我们的社区是非常大的 帮助 ok 我们 需要 确保每个人 只 只被算一次 有些人 会在多地方 居住 等等的 那我们 我就是用 提供一个信息 我就没有说 我在别的地方 住 所以说我就没有 我就提供一个信息哈 如果 oh go back let me 确认一下 除了在 you know 之外 以下有些人 you know ok 那我就 我说以上都没有 你如果有的话 那你就提供这个信息 那我是说没有 你看 就这个很简单 然后你就点击一下 you know 提交问卷 那我当然不能提交了 因为呢 这个信息是 我让那个 就是 例子 来做的 所以不能提交 但是呢 你们填好了 你就点一下 你要点一下 这个 you know 提交问卷 所以希望大家 看到了这个 怎么填表 这个 人口普查的 问卷 然后呢 可以帮到你自己的社区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时候我们是非 我们真的 像我们中国人真的需要团结 然后呢 把这个信息 帮我们自己的社区 赢得到最多的利益 好吗 谢谢大家 我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到大家 谢谢啊